台灣的MeToo 風暴還未停 這日戴牙周儀佩就在Facebook上 公開自己在2012年7月18日的凌晨 被曾經是他黑劫會時期的老闆 黑人陳建舟性騷擾 據了解案發當時他們在香港出差 而且黑人當時已經與台灣歌手範圍期結了分 戴牙就說當時黑人趁出差的時候 入她的房間說要鬆一下 從後面環抱戴牙 還說你又未試過 試過說不定你會喜歡呢 沒辦法 范范姐就是不喜歡做這件事 戴牙當時第一時間護著胸 死命掙扎 找到機會就將黑人推開 在片文中戴牙就說 如果當時可以勇敢些公佈黑人的惡行 或者就不用背著忘恩負義的臭名 離開經紀公司 也不用每當聽到或者看到她的名字的時候 都背脊發糧 說希望今天之後 想起這個人只得回厭惡 而不再是恐懼 我會看著你的 要怎麼看著你的 我會看著你 如果你看著你的